众所周知,艺人的身高有着官方和真实身高两种说法 为了能在气势上力压对方一头 虚报身高也成为明星们的常规操作 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总会在不经意间被人戳破 那么娱乐圈中都有哪些谎报身高的明星呢? 谎报身高被当场拆穿,又有多尴尬呢? 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娱乐圈里谎报身高被拆穿的名场面吧 关于谎报身高这个现象,老实人肖敬腾道出了令人扎舌的事实 某次采访中,谈到娱乐圈中男明星身高问题时 他大方公开了自己的身高只有171 并表示自己可以将身高报到176厘米 甚至还直言男明星谎报身高是正常现象 仿佛嗅到话题密码的记者顺势问道 看到过哪位艺人谎报身高 丝毫不怕得罪人的肖敬腾更是语出惊人 果然官方吐槽最为致命 说到身高,不免要提起黄小明 毕竟他的身高一直是娱乐圈里一大不解之谜 但要探寻黄小明的真实身高 不得不提娱乐圈的身高标志黄海波 从网传的一张照片中 可以清晰地看出其身高为173左右 但在新上海滩里 对外声称身高有180的黄小明 却与黄海波的身高相差无几 除去鞋子和站姿等问题 黄小明的身高大约虚报了6公分 这一点在与周润发同况时也得到了印证 以至周润发的身高为182公分 而站在一旁的黄小明却足足矮了他半个头 由此可见黄小明的身高掺了不少水分 那么他的真实身高究竟是多少呢 在我们的挑战里 沙翼给出了答案 节目中黄小明脱掉鞋子 躺平凉身高 测出来的真实数据为176厘米 对此他给出的理由是 岁数大了 身高也缩水了 同样被身高标志黄海波当场揭穿的 还有何炯 早期在快本里 两人站在一起时 能明显地看出身高175的何炯 比黄海波还要矮一些 除去发型因素 其真实身高大概在170左右 不仅如此 当关小彤做客快本时 何炯还曾与他比过身高 当时还只有17岁的他 有灵有整地爆出了自己的真实身高 在听到1.708米的回答后 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谢娜 扎心提议道 迫于无奈的何炯只好站起身来 与关小彤一较高下 然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何炯确确实实 只有170 惹得谢娜对着关小彤直呼 诚实的关小彤立马辩解道 我真的没有1米75 那一脸认真的表情 可谓是十分可爱 但这无形之中 也给何炯补了一刀 更加坐视了起1米7的事实 华牢张大大遇上怼王范晨晨 也只有被怼到牙口无言的份 亲爱的请放松礼 范晨晨直接化身范怼怼 对着张大大就是连环开炮 好比一个简单的年龄话题 张大大一直强调 范晨晨快比自己小10岁 而一根筋的范晨晨 斩钉截铁的直言就是10岁 甚至还把出生年月拉出来细算 最后这场关于年龄差的无厘头辩论 以张大大的叹气而告终 随后张大大再次提起年龄话题时 范晨晨一句 是不是到了30岁就更年期了 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不过岁数并不是最大伤害 身高才是 当张大大自信爆出自己官方 近身高是1750 范晨晨直言不惠地给出了结论 官方身高写1米75 一般都是1米7 被藐视身高不服气的张大大 反问他的官方身高 万万没想到范晨晨直接一记绝杀终结话题 怼得张大大直翻白眼 完全不想再说话 你官方写多高 2米 周深的身高可以说是承受了太多 无论参加哪一档综艺都难逃身高梗 在了不起的长城里 猜测哪两位专员是将军的游戏环节中 刘烨和阮晋天成为了将军人选 而当选的理由竟是他们人高马大 于是领头便挨个问起了其余成员的身高 喜剧人沈南 恳强有力地爆出自己的身高 162.5厘米 一旁的周深试图已差不多蒙混过关 不料却被刘烨等人当场拆穿 生无可恋的他只好弱弱地交代自己161的事实 心虚的模样逗得众人连连大笑 此外 爬长城时 由于台阶太陡 自黑王周深上线直言长城跟自己一样高 最为搞笑的是还被杨迪内含腿短 周深你不动了 我在等你 这段楼梯对你也不友好 对你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两人的户队可以说是将50步笑百步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一旁的黄明浩深得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真传 一句你比他们好个一厘米 怼得杨迪瞳孔地震 呆萌的张艺兴骨子里其实是中二青年一枚 经常会闹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 比如极限挑战里张艺兴在超市里偶遇身高尺的时候 他一言不合就上前量起了身高 一边笔画一边念叨自己的近身高绝对超过175厘米 甚至还坦言自己公平公正公开 从不虚报身高 然而等他转过身看的时候 整个人立马实话 只见他的身高看看才过171厘米 悬殊之大的数据使得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惹得张艺兴直呼 我才多大怎么就缩水了 1米71 周震南也是不可多得的快乐源泉 他常常因二级网速吃瓜不到位而登上热搜榜 不过观众最关注的却是他的身高 毕竟早前在超新星运动会里 他曾被于晓彤当成手机支架而红出圈 以至于大家都纷纷猜测其身高 某次采访中被问到身高问题时 他自信地表示自己已经长到172了 为了力证自己的身高 他更是拿起矿泉水平当测量工具 喝过矿泉水的观众应该都知道矿泉水平差不多是20厘米 所以当他测到脖子时已经是140厘米 而尴尬可以说是显而易见 然而天真的他一定想不到矿泉水平在翻转的时候平底的直径也是会占据一定高度的 没有想到用矿泉水平来力证自己身高的周震南 结果却被自己这个不靠谱的方法给真相了 此外他曾经辟谣的169厘米在超新星运动里直接变成了实锤 节目中当体重机器爆出169时 一旁的朱星杰 马伯谦等人都忍俊不惊 直到马伯谦超越周震南成为历史性低的时候 周震南才露出了笑容 并幸灾乐祸地表示 幸好还有马老师陪我 拥有天赋异禀搞笑细胞的黄子涛也曾被身高疯狂打脸 在真正男子汉里 一开始就给观众上演身高体重打脸大戏 黄子涛自爆183 结果测出来却只有180.5 不敢置信的他哽着脖子皱起眉头大呼我的183不可能是假的 万万没想到三年后 当他碰上硬核参照物尹正 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 节目中尹正声称自己只有175 于是两人立马比起了身高 只见黄子涛一边比个头一边嘴里振振有词 甚至为了捍卫自己183的身高 他还扬言道 那副剧里力争的模样 惹得影阵忍不住笑出了声 对此不少网友表示 骗不过别人就骗骗自己 被女生的身高震慑住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跑男里 郑凯就经历过这样的尴尬情况 一期节目中导演明确表示会有一个神秘人 于是每个人都疯狂的在任务区域寻找线索 当郑凯找到一个电影放映厅的时候 里面坐着一些观众 为了更全面的搜索 他便让一位女观众站起来 不料观众站起来后比他自己还要高 非常尴尬的郑凯仰着头 并发出你怎么这么高的感慨 不死心的他还询问了女观众的身高 结果却得到了178的答案 要知道郑凯对外宣称的身高也是178 可他却要仰着头看他 这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 难怪目睹全过程的成贺会毫不留情的吐槽 不过这么多明星中 最惨的还要鼠王褒奖 挑战吧太空中 坚持称自己身高有170公分的他 没想到现场测量时 竟被抓包谎报 尤其是被告知真实身高只有1640 他瞪大双眼崩溃呐喊道 这不准这不准 1米64怎么可能 随后他还死鸭子嘴硬 坚持声称1米7 耿直的张雨琪立马补刀表示 这前一秒刚受到暴击 结果下一秒再一次伸受其害 当他与张雨琪上前要选服装时 两人为抢一件大号宇航服 争执不下 张雨琪再次补刀 见王宝强依旧如此坚持 他一顿暴风输出 一句服从命令 更是显得他霸气十足 而两人一来一往的报效互动 引得观众直呼 宝宝心里苦啊 话说对于身高方面的执念 女明星一点也不比男明星少 比如四千年美女居俊一 出道以来 除了他那半永久的妆容备受关注外 其身高问题也引起不少人的好奇心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本人屡次在这个问题上翻车 前后不一的答案更是将大众的好奇心拉满 早前与队友同台的一档综艺里 居静一信誓旦旦的称自己的身高是159厘米 然而他所有的淡定都在队友 要求比个子的那一瞬间随风飘走 面对来自亲队友的质疑 居静一有些骑虎难下 最后不得不站起来一较高下 尽管他踮着脚尖 也与身旁150的队友一般高 荒唐的结果 另一旁的主持人都忍不住调侃 居静一是站在板灯上159公分 如此看来明星们通过虚报身高 以此来显得自己外形更加的完美 但其实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 身高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 相反的才华和人品 才是观众更加看重的东西 毕竟好的作品 才是明星长红的根基 为此希望那些在身高上作假的明星们 能放下自己心中的芥蒂 真实做自己 不然一旦被拆穿 那就是大型射死现场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喜欢就订阅点赞我吧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我 转发 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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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